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接下来我们讲《显观众严论》的论题当中 如果是以八识来分的话 第一个我们辩知 表示辩知的有十种法 其中第一个 法心已经讲完了 那么今天就讲第二个 也就是说我们从七十个议方面分 七十个议当中只讲了一个 还有六十九个 所以说《显观众严论》 比如说我们要去一个地方有七十公里 我们只走了一个公里 还有六十九公里没有走 所以今天可能能走一公里 这样的话还有六十八公里 所以《显观众严论》的课 不知道什么时候讲完 讲完之前会不会出现无常 也很难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脆弱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会好好地发心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表示辩知的十种法当中的 第一个法心已经讲了 也就是说 七十一当中的第一个法心 从掠索 从法相 以法相来 他的法相掠索 然后以实相来进行广说 以比喻的实相吧 以这样来宣说 实际上 科判上面只有两层意思 一个是讲了菩提心的法相 第二个是讲菩提心 如果分二十二种 二十二种 弥勒菩萨只讲了二十二个比喻 以这个比喻来 我们就发现 使菩提心从资粮道 一直到佛地之间 整个详细的一些过程 我们希望如果有时间 多看一下五光尊者的大圆满 《信心修习大车书》 《信心修习大车书》的 第八品当中 专门讲菩提心 也是引用了这些教证 但是在内里面 所有菩提心的本体 分裂 包括它的一些功德 修法等等 讲得特别细致 今天我们要讲到 七十个译当中的第二个 也就是说第二个译 宣说夹行辨知道的之分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 世修法治教授 我们讲的主要是教授 他修道的话 修到他这里所谓的之分 相当于是 我们一个唯一的他的部分 条件 就是这个意思 世修法的教授 还有教义道加行之抉择之分 修行所义之忠心 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个 世修法的教授 讲的七十一当中的第二个教授 那么教授 众所和别所 难以通达至圣报 下面会讲二十圣中 二十圣 我们在《居士论》当中也讲 这是难以通达的 很难的 一般学《现观众严论》的时候 有几个部分特别难 所以这是今天难的地方 不讲 下一堂课 首先第一个 众所分 本体实修之殊胜教授 如是宣说之舍意 我们讲这里 殊胜教授 殊胜教言 教言和教授是一个意思 首先第一则 也是分三个方面 修行本体殊胜 方便智慧之教授 修行分之法圆满之教授 还有修行基础道真心之教授 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修行本体殊胜 方便智慧之教授 我们在这里要知道 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 获得法身果位 也就是说 方法要先 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发菩提心来进行修行 那进行修行的话 一定要需要一种教授 我们不可能自己修 要圣者的教言 那圣者的教言 最低的是资粮道 最高是佛地之间的教授 那这些教授的内容是什么 教授的本体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修行的教授 主要是不能离开显现和空性 也就是说 深意地和世俗地的本体 任何一个修行 不能离开深意地 空性的道理 和世俗地的 显现如虹如莽的道理 那么这两者 还要有智慧空性和方便大悲心 来进行摄持的这么一个道 这一点 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 显宗还是密宗 所有的这些教授当中 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 大家也知道 就是学般若法门 学显刚法门 要修什么呢 显空双云 也就是说 二地双云 二地双云没有修的话 那么我们修行 绝对不能成功的 在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也是有时候发现 在我们修行人当中 有个别人 特别重视空性方面的 但是对显现世俗地方面的 包括六度万行 积累福德资粮 这方面不重视 那这样以后 修行的本体不圆满的 那么有些人对方便方面 也就是说世俗地方面的 磕头 念经 行持善法 这方面 福德资粮方面比较重视 但是它并不是很重心 空性生意方面的道理 这一样 也是二地不能圆融 所以在这里讲 修行的本体是什么呢 就是修行的本体是 显空双云 我们既要修福德资粮 也要修智慧资粮 那么这两者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大家要知道 作为一般的一个修行人 那二地双云确实不能离开 希望好多道友对佛教的本体 确实也是认识的人不多 我看到很多佛教徒 成为一种名乡上的佛教徒 但实际上对修行的法要 并不是很懂的 其实这是很可惜的 我们现在听众当中 可能有两部分 有一部分在城市里面 通过网络和光盘来接受这样的相关法 我看今天上一节课 这一节课在网络上听课的人 虽然一天比一天 减少几个人 但是这也是可能 他们有些是工作的忙碌 有些时候 相关中文论的加持力太深了 所以说自己已经证悟了 可能就不用听了 不管怎么样 我看学院当中 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好像我看学院里面的 一天比一天多了 我们这个座位上 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十多了 也许城市里面的人 夏天跑到这里来了 一天就飞过来了 上午从各大城市里飞 两个小时打了拉荣机场 直接过来了 开玩笑 拉荣没有机场 不然你们很多人 开始飞机场去打听 不管怎么样 我的希望 比如说 我们在学院当中的很多道友 相当于你们是 说实在的留学生 比如说 从中国到日本来留学三年 留学三年 那你的专业在哪里学习 那我看到 我遇到很多留学生 他们还是很专注的 他们说 我们回到 或者是以后在这里工作 或者在回到的时候 我还是要把专业掌握好 不然只有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当中如果没有学好 很可惜 所以我想在学院当中的很多道友 你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哪怕是待一年 待三年 你学仙观业 你学加行也好 任何一个法门 当时你所学的法要很专注的 不要好像作为你的一种旁听 或者一种暂时接受 除了这个以外 更重要的 不能这么想 不管你接受什么样的法 你要想到 一方面这个法来调伏自己的相续 这种法 我应该如何对着我自己的烦恼 如何提升我的智慧 这是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的话 我们现在做事的时候 很多人这么需要这种佛法 所以我们身边 根本不能接受佛法的有那么多人 有些人即使接受一点 但是确实也是一窍不通的人 也是那么多 所以我们也应该有一种责任性 这种责任是什么呢 无论是你用上没有用上 你还是要懂到这个道理 那你懂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留学回去的时候 也可以用 还有我们网络上 在城市里面接受的人也是同样的 你已经花了这个时间之后 你很专注地应该学这部法 学了这部法之后 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人 你应该一方面 用这个法来饶益身边的人 哪怕是一个人也是可以的 这是很有必要的 同时我们要对治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一个目的 现在世间当中一直讲嘛 就是说 任何一个人 如果人身没有目标的话 他的人身都是茫然的 很多智者和学者都是 口口声声这样强调 那这样的话 我们作为学习大乘佛法的人 没有目标 漫无目标的话 那更是可悲 因此我想大家在 接受教授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有一个很诚恳的心 很真实的态度 否则好像听课 这是一种 就像我们以前 听小学和中学课程的时候 确实我现在想起来 特别地觉得自己 在童年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浪费 每天都是跟老师 找老师的过失 甚至有时候跟老师打架 学很多不文明和不感恩的行为 那现在看来 不但不好好学习 反而做很多这样不合理的事情 特别可笑 同样的 我们现在有些人 确实也是没有认真的 接受这样佛教的理论知识和修行体系 对人生来讲 应该说是很遗憾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短短的 就是说我们颂词当中 修行迹 颂词当中一般说 大概是这个颂词 但这个颂词当中 按照伍伐佛佛的解释方法 首先是修行 修行这两个字 认为是修行教授 第一个教授 因为教授有十种教授 其中第一个教授就是修行 那这个修行什么呢 修行就是相控双云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是大乘薄弱的真正思想 所以我们修行不能偏多 这样的道理的话 我们始终都要大家铭记于心 否则我们讲着讲着 边讲边忘了的话 那就非常可惜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 修行之分 发圆满的教授 分三个方面 一个是道所缘的教授 还有道所依的教授 还有道主板的教授 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道 修道有所缘 实际上你要修道的话 比如走路有一个所缘 就是我们走什么地方 那所走的方向 我们修行的话 那这个修行并不是漫无目标的 它还是有一种所缘 那所缘是什么呢 颂词当中说是诸地 四身地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讲 苦 极 灭 道 在四地 在四地的话 就是修行的所缘 那么修行所缘实际上就是 共同和不共同的四地 像共同的话 小乘当中 共同的枯极灭 道的四地 不共大乘当中 也有它的四地 那么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所缘 什么所缘呢 大家都知道 先要修行的时候 知道为什么要修 小乘也是这样认为的 大乘也是这样认为的 首先知道 我们现在三界轮回 犹如火坑一样 了知苦地 知道痛苦 也就是说 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一切的能因所依 是苦地所舍的 整个世间以苦苦 变苦 辛苦 以善道苦 修复作 这一点 先我们要认识苦地 认识苦地的话 苦地的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业和烦恼 那这样我们知道病的痛苦 然后病根是什么呢 病根就是业和烦恼 那么这就是断除极地 先认识苦地的本贤 知道之后它的根源就是极地 极地以后 我们要断除这个根源 就像我们知道病根 病的来源 靠医生来已经发现了 发现之后 依靠什么来断除的话呢 依靠从资粮道 加行道 建道 修道 无学地 无学道基本上都是 已经现前灭地了 通过无道来进行吹灭 业和烦恼的基地的根本 这样修道之后 最后现前灭地 而现前灭地的话 不同的大德都有不同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我们心相续的 本来的清净本体 通过修道已经显露出来了 已经显现出来了 这就是现前灭地 所以这四地的话 圣者完全都会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叫圣十地 而我们作为凡夫人 虽然是枯寂灭道 实际上是必须认识的 必须断除的 必须现前的 必须依靠的 但是我们作为凡夫人 成立在无明黑暗的大海当中的原因 现在暂时根本不能了知 也不能依靠道地等等 这样一来 我们要懂得了四地 因此无论是大乘佛教 还是小乘佛教 四地修行的根本 正因为是这样 释迦牟尼佛第一次转法轮的时候 先给众生 宣说了四地法门 通过四地法门了解之后 才能真正明白轮回和涅槃的真相 轮回的真相 苦地和极地 因果关系 涅槃的本体 道地和灭地 也是因果关系 那么能念所舍的一切万法 可以包括在四地当中 那你要真正认识四地 必须要认识修行 要通过修行来知道 因此这个是第二个教授 也就叫做四地的教授 所言教授也可以说 所言的教言 这是在《现观众言论》当中 先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修行的本体是什么样 修行的所缘是什么样 这些意义地给你有一种交解 世间当中一般是 一所教授的时候 教授教言的意思 那么这个教言可能平时 给我们讲一点戒律 讲一点无常的歌 一般上师和一些大德们的教言 你这不能去 那不能去 这是非常简单的 世间当中的一个教言 那在这里给我们所讲到的教言 更深的 专业心很强的 比如说我们平时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平时注意身体 你好好睡觉 好好吃饭 这是一个不是很专业的一种 比如说一个人对健康的一种教言 但是如果更加专业的话 那么你睡觉是怎样睡觉 然后吃饭吃哪些 不能吃哪些 那就更加细致地 给我们宣讲的话 这是很深的一种教言 所以我们在这里 平时的这些教言 上师的很多教言 这个教言 那个教言 是不是教授呢 是教授 但是这种教授是非常简单的 并不是很深 但真正实际操作当中的一些道理 并没有这么讲 这一点大家要明白 下面第二个 也就是说 修道的所依的教授 修道的话 刚才也知道 所修的法是二地双云的 然后所修的所缘 就知道是圣地 那这样的修行 不管是二地双云也好 四地也好 那这个是依靠什么来修呢 依靠三宝 三宝很重要的 在我们学般若也好 学世间的任何一个修行当中 麦彭仁波切 在《军规教言论》当中也讲了 没有福报的人 不可能对三宝有信心 经常我们对三宝有 不可退转的信心 说明是一切获得当中 最殊胜的获得 我也经常这样想 我们今生当中确实 没有信仰其他的 各种各样的天生 外道 而真正具有无量无边的 功德的三宝 成了我们的所依一户 确实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在轮回当中遇到这样的 直路明点是极为的稀有 颂词当中说是 佛陀等三宝 一切道的根本 佛法身三宝 这就是我们修行的所依教授 所以讲说 因此弥利菩萨的意思 也是让我们修行 先必须要皈依三宝 当然皈依三宝 一般共同称的 皈依三宝的方式 还有更高的 大乘不共的 皈依三宝有两种方式 一般来讲 我们《现观众论》里面 所讲到的佛法身三宝 就像是宝行论 宝行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三宝 就讲得比较多 基本上是讲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所谓的佛宝 佛宝本身在《俱舍论》当中 实际上说佛陀并不是皈依佛 并不是皈依他的身相 他的身体实际上无垠所舍的 应该他相续当中不生的 还有灭尽的智慧 皈依他的相续的智慧 皈依法宝的时候 圣者相续当中的无微法 还有皈依圣宝的时候 圣者相续当中的 也就是说像玉琉果等 他们相续当中的智慧 这是皈依三宝 在《小乘》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在一般的 比较简单的皈依 佛像以上也可以皈依 一个字以上的 凡是宣说解脱道的文字也可以皈依 还有包括出家的一些 红色的法语以上也是皈依的所依 但这是他从智分方面来讲的 真正的皈依三宝 实际上佛宝就像《宝行论》当中讲的一样 有八种功德的 真理的佛并不是摄圣佛 应该是法圣佛 法圣佛的话 他相续当中有八种功德 就是利玛学相 痕迹者 燃迹经济 多门吧 一个是无为法 远离一切生 灭 主等等 一切有为法的法相 全部都已经远离了 然后人云自成 所谓的人云自成 也就是远离了 一切分别和一切倾作 还有不以太缘而证 并不是依靠推理 依靠逻辑 依靠声音等等来掌握的 所以叫无为法 人云自成 还有不以太缘而证 这是自力方面的三个功德 利他方面的功德 智慧的功德和大悲的功德 还有力量的功德 智慧的功德 也就是说佛陀对一切万法无所不精通 整个一切世间 一切尽所有和如所有的智慧圆满 有了智慧圆满 他自己所证悟的这些境界 很想给没有通达的众生 宣说 因为他产生了无比的大悲心 所以以大悲心的宣示 其实下他会宣说 通过他的宣说 有能力 就是让这些无量的众生 离开了烦恼和业的镣铐 会解开一切烈烦恼 所以有能力度化他们 这叫做智悲力三个功德 这是他力方面的三个功德 那这样一来 刚才智力的三个功德和他力的三个功德 再加上智力和他力 总共有八种功德 这就是佛陀发圣佛的八大功德 这是我们在这里 真正要说皈依的佛陀 具有八种功德这样的佛陀 我们要讲法宝 讲法宝的时候 就是这么说 五四五二 还有五四五二五分别 还有 这三种 意思就是说 首先是无有思索 所谓的无有思索 世间当中的所有能取所取 执著 这些都是没有的 因为这里的法宝 我们平时有教法和正法 正法当中 相续当中的真正圣者的无为法 所证悟的法而讲的 并不是三藏十二部的教法来讲的 这个时候我们讲真正的这种法 首先是无思 无有任何分别 世所 然后所谓的无二 所谓的无二的话 远离了烈和烦恼 一切无二无别 清净无比这样的 无分别 所谓的无分别的话 远离了 常 乐 经 无啊等等 这些颠倒的一切分别念 无思 无二 无分别 这是三个 主要应该是灭地所舍 还有道地所舍的 道地所舍就是无浊 无有耽浊的意思 所谓的无浊也就是说 远离了一切烦恼障 然后就是无碍 无有止碍的意思 远离了一切所知障 然后还有一个对质 我刚才说的是 可能 恰陀曼不知不得知 不是 德斯瑞宁布求妮特 就是清净 显现对治吧 这三字 那么清净就是 烦恼障清净 显现就是所知障清净 然后对治就是 三度清净 当然这个有 不同的祖师当中都有 然后在这个上面 道地和灭地 加上这两个功德 总共有法宝有八大功德 然后这个圣宝 所谓的圣宝 刚才我讲的就是 恰陀曼不知不得知 吉达吉尼得 对 刚才我讲了 一个是远离了无浊 无贪 无浊 或者无碍也可以说 然后无劣 无有低劣 也就是说 这也是从圣宝 圣宝并不是我们 小乘和身份来讲的 它相续当中的功德来讲的 相续当中的功德来讲 第一个是无有贪著 离开了烦恼障 第二个是无有止碍 离开了所知障 第三个是无有劣障 低劣的障碍 也就是说 离开了声闻缘觉这样的障碍 声闻缘觉低劣的思维 这三种 然后在这个上面加上 净所有知和如所有知 还有净所有知 一切万法在声音当中空性无耳 通达了这样的境界 这是如所有知 清所有知的话 显现当中的一切 我和我所舍的一切法 都已经通达了 还有内之明处 内之明处应该说是 内外所舍的一切法 就是没有任何的贪执等等 这样来解释 那这个上面再加上 一个知功德和解脱功德 总共僧宝也有八种功德 那么具体的话 其他的一些现观传论 现在好像也其他的比较 我忘了那个 《摩托勃经》里面 可能没有广说吧 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三宝的功德都讲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所皈依的 大乘的 不共的三宝 学过《宝行论》的 都应该比较清楚 因此我们这里说 皈依三宝 一切功德所缘 如果相续当中 念皈依三宝 诚信三宝 始终都是对三宝 不共信心的 这样的境界都没有的话 说实在 学显宗 学密宗都是没有用的 现在我看很多人 有些人爱学密法 听观点 听教授等等 但实际上自相续当中 连对皈依三宝的信心 都是没有的 他们把所谓的密法和灌顶 看作一个气功的威力 或者气功的力量 效果来看待的 所以我们看现在很多人 确实也比较愚笨 比如说我今天大圆满灌顶 很多人也会来的 然后我今天世间当中的 任何一个法供 我要观一个气功的地 也同样来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 但根本 我们修道的根本 其实时时刻刻 应该是有一种 祈祷三宝 皈依三宝 一念三宝 遂念三宝 这样的一种信念 即使你没有特别明确的 一些显着的境界 但是你还是成为 一个名副其实的佛教徒 不管你是出家人 在家人 我看到有些人在心里面 根本没有对佛报有恭敬心 对法报有恭敬心 对圣报有恭敬心 连恭敬心都没有 你不可能祈祷 我们平时也看得出来 一个人如果对上师三宝 有了恭敬心的话 在恭敬心的前提下 然后你会对他 进行一种祈信心 恭敬心 然后再进行祈祷 祈求席地 会有这种现象 所以我们现在有些时候 不要说密法 相关庄严论的有些道理 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已经过高了 我们的根机还没有 已经到达了可以接受 相关庄严论 这么甚深的法剂 还没有成了这样 因此在这里也讲了 教言的所谓 修行的益处 的确也是需要皈依三宝 我看到很多人会办皈依证 但是办皈依证是文字上 给你取一个法名的话 这也是文字上 好像把皈依证 现在很多人看作是 有时候是学生证 教师证 教师证和学生证 你对他有没有信心呢 也没有信心 这是一个表示 表示你的身份 但是你的身份 实际上你不是真正皈依三宝的弟子 那你有这样的本本 没有什么的 如果你真正内心当中 时时刻刻的对三宝有恭敬和虔诚心 即使你没有办皈依证的话 实际上你是已经成了 真实的三宝弟子 在这方面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下面我们讲到第二个是 修道的助缘 修道的助办 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 遣除违缘的助办和成立顺缘的助办 分两个 首先是第一个 不耽诸不疲 诸便舍扯道 我们这里 遣除修道的违缘 一定要遣除三种懒惰 也就是说 同恶懒惰 还有懈怠懒 还有子情侣懒惰 分三个方面 那么首先我们进入学道的时候 最大的违缘是通恶懒惰 通恶懒惰 搞这个 搞那个 实际上对自己的修行和利益众生 一点关心都是没有的 有很多人经常看电视 电影 看一些世间的小说 学这个 学那个 实际上对解脱一点不挂钩的 这种表面上你很紧紧的 但实际上这叫做通恶懒惰 对修行一点 对修行上来讲 这是一种懒惰 我们有些听课不愿意 如果搞一些其他的事情 很有兴趣了 每次课堂上打瞌睡的有些人 下完课以后 做个其他贪嗔痴的闲料的时候 晚上都睡不着 两三点钟都还在聊 还在 非常精进 这叫做通恶懒惰 所以他这里不担着 这方面不能担着的 这样的精进 精进教授 要精进 要精进什么呢 对我们解脱有关系 凡是对自己解脱没有关系的东西 尽量放弃 我昨天跟一个道友说了 说你为什么对不好的这些事方面 你有很多很好的兴趣 好的教员方面 一提起这个的时候 马上要转话题 为什么这样 你能不能再稍微精进一点 我确实这么想 其实人可能很善良 但是因为自己前世的习气 还是精神当中的 其他的恶友和恶环境所带来的 不知道 有个别人表面上看来也不是那么愚笨 也不是那么 人性不是那么坏的 但是一说解脱和教言 闻思方面的时候 要么大瞌睡 要么没有在这方面兴趣 说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特别聪明 也很有兴趣 这叫做不担着的精进 这是第一个教授 刚开始入门的时候 必须要排除这些 我们很多修行人 你已经皈依了 已经学佛了 那学佛的话尽量一些 对解脱不关押的 对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们很多人 毕竟是世间人 生活还是必须要有保障的 除了这个以外的很多现实 我想是尽量少管 然后第二个就是 修道中间的时候 最大的违缘是什么呢 就是懈怠的难度 也就是说 天天都是想睡觉 天天都是靠着 我们有些道友 一睡觉都是要睡好多个小时 我用其他的比喻 可能不是很好听 但是确实也是 睡觉的话 特别特别能睡 每天 撒迦班智德也说了 我们人活八十岁 四十年都是睡觉 这个说的也是对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四十年都不了 活八十岁的话 可能六十年睡觉 那这样真正的你心觉的生活 只有二十年了 有点可惜吧 所以这种难度 弥勒菩萨讲了 叫做不披眼睛紧 不要天天的 其实有些修行 自己还是可以学会的 你天天早上睡懒觉的话 一天早上睡懒觉 然后第二天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刚开始几天早上起来的话 白天完全都是可以忍 有时候是 当然你不能完全破坏你的胜利和生活的规律 如果一点的水面不够 可能不行的 但是你还是适当的 基本上能保证你的安全的话 那你应该还是静静一点 否则 我那天听到中国的有些留学生 也是到北美国家天天睡觉 很多人笑他们 其他世间当中的有些留学生 也是在这里有个别的道友 从汉地辛辛苦苦来了 什么事情都全部舍弃 到这里来后 太阳的光 已经照耀大地的时候 就是孩子一直这样睡觉 不太好吧 作为最后得到的究竟违缘 也就是说得到最后的违缘 就是我们得到之后 甚至诸佛菩萨都是在三个二生集结当中 修行利益众生 那我这样的人都是根本没有办法的 背诵我怎么能 修行也怎么能 讲考也怎么能 我什么都不能 自己侵入自己 自己就诬蔑自己 那这叫做自侵入懈怠 为了对这样 受持正道的三道经济 所以这叫做我们诸遍舍道 也就是说能摄持一切道的修行 就是摄持一切道的教言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三个是经济方面的教授 那么下面成立顺缘主办的教授 颂词当中说 无言流通等 下面讲到我们要利益众生 要修行的话 最好是有神通 无言流通 无言流通的话 首先是修行道的不共助缘 有了无言的话 很多修行非常容易的 还有能生起共同的一些 境界的主办的话 六神通 这两者 首先我们讲的无言 我以前讲《金刚经》的时候 也是讲了 一般来讲通过禅修 四身足 还有六波罗蜜多长期的修行 从修行当中 获得的一种开悟 这种开悟当中 有不同的五种层次 首先第一个叫做肉烟 像肉烟 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肉烟 它是实际上 欲界和舍界 自己所舍的一个清净的眼根 然后依靠清净的根 能召见世界上的很多粗大和细微的一些法 像一般如言的话 它能看到一百有行道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之间的一些粗细的法 以前不是国王自宗得争的过士 量当政双博 他通过肉烟来发现 如果引起菩提萨多几名论师的话 那么藏地可以弘扬戒律等等 他通过肉烟发现之后 派一些衣食和智者到印度去引进一样 所以有了肉烟 利益众生非常方便 然后所谓的天眼 实际上天眼也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一样 实际上通过清净的眼根 能召见世间当中的很多大大小小的法 同时也知道 世间众生的一些生 降生 最后死亡的所有的过程 我们有神通的一般人 一看到说 你可能有素宰 你前世是什么什么 你现在能活多少 你再过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的时候 你可能什么什么 按理来讲 他们如果真正能看到的话 也可以有这样的天眼 可以这么讲 还有叫慧眼 所谓的慧眼 一般来讲 是从一地到十地之间 在入定的一切万法 无有任何习论的照见的智慧 也叫做一种个别自证 圣者的个别自证 叫做慧眼 这种慧眼 完全能通达一切万法的 本来的思想 这个叫做慧眼 还有一个叫做法焰 所谓的法焰 实际上它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整个三藏十二部的 所有的经义和词句 就以外的通达 全部通达的话 也可以叫做法焰 还有一种说法叫 所有的圣者的相续 相当于跟他心通一样 通达圣者的心态 但跟他心通不相同的呢 他心通是一般世间当中十方的 一些凡夫众生的心态了知 然后他这里 圣者相续能通达的话 这个也叫做什么呢 叫做法焰 还有佛焰 所谓的佛焰 一切万法无所不同的 以净所有之和 如所有之所舍的那种智慧眼 那这种智慧眼整个三界 一刹那间当中 全部照见无语 这是只有佛地才有 一般来讲 像肉焰和田焰 自粮道以上应该是有的 然后这个慰焰 一地菩萨以上有的 然后这个法焰也是 法焰什么时候有 一地菩萨以上也应该有吧 佛焰 相似的一地菩萨开始有的 然后真正的 无学地的时候才有的 那么这个叫做无焰 无焰流通里面的 所谓的无焰是这样讲的 流通就是天眼通 天耳通 还有神经通 还有寿命通 漏经通 还有他心通 这个跟前面的 有些是比较相同的 比如说天眼通的话 十方当中所有的声音都能听到的 天眼通的话 十方当中所有的粗大和细微的色法能造见的 寿命通的话 自己和他人在生生世世的整个轮回的一些生世的过程 就是全部一一了之 很多人能回忆自己的前世 同时也能知道别人的相续 你以前是什么什么做过的 你将来要变成什么的话 他应该用通过寿命通 还有那个圣经通 是吧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有一种神通 一变成多 多变成一 世间当中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神通吧 能变化 无有阻碍 然后还有叫做他心通 他心通知道别人的心里面 产生恶的分别念 善的分别念 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心态 其他众生的一些心态 最后是露经通 露经通所有有漏的障碍 全部迷进现前智慧的 圣者一般的智慧 这叫做无言流通 我们在其他的教授当中也讲过 但是这些无言流通 在世俗当中都一一生起 生意当中都了知为 一切都是远离一切习论的教授 叫做无言教授和流通教授 下面讲到修行基础是什么呢 修行基础的道的真心 这里道的真心主要是 从容讲道是见道并修道 也就是所谓的见道 以前从来没有见到实相 后来通过资粮道和加行道的修正 最后一刹那间当中 一切证悟 或者召见一切万法的真相 叫做见道 这是在一刹那间当中获得 比如说我们以前是个凡夫人 得见道的时候 得见道跟一地菩萨 同一个时间 从地来分的时候一地菩萨 从道来讲的时候 第二三个是见道 见道前所未有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是没有见过真正的法相 当我们得到见道的时候 一切万法的 本来离一切习论的实相 一刹那间当中造见 从此之后 再也没有退转 不会有任何的退转 这就是见道 这是我们修行的第一个本体 修行的最主要一个真心 我们要修什么呢 我们修着修着 希望得到见道 这是一个 然后第二个 已经在见道的时候 已经证悟了的意义 再不断地 反反复复地去传修 在相续当中不断地生起 这叫做修道的教授 那么修道的教授 实际上是从一地菩萨到十地某位之间 都需要的 所以这种修道很漫长的 是一个二生集结 如果按照两个二生集结 说不清净七地 三个清净三地 也是这样 一个二生集结 时间很长的 这个叫做修道的教授 那么这是以上 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些教授 应该是在圣者相续当中的 一些教授 针对凡夫人的 我们现在早上怎么起来 其实现在很多 这个群体显现上 我不看这里有没有圣者 看不出来 但一般有些圣者 心比较散乱 难度 或者大瞌睡 这些圣者一般不会吧 伊地菩萨怎么会是大瞌睡呢 所以表面上看 很多都是带有一些凡夫相 如果我们是一个凡夫的群体 我们今天 弥勒菩萨给我们赐语的这些教授 不一定很适合 比如说 本来是大学生的一种教言 大学生的一种 给他们的一个教育 然后我们把大学生的教育 在小学幼儿园当中上的话 那孩子们不一定很相应 孩子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唱唱歌 跳跳舞 我们知道幼儿园的老师们 越来越火把 拿一朵花 大家都很欢喜 一般是幼儿园的群体 就是这样的 所以凡夫的群体 跟圣者的群体有点不相同 说实在这里面的很多教授 相当于第一地菩萨 以上的一些教授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圣者 我刚开始第一节课的时候也讲了 其实《现观众长论》 我们要有览圣者的境界 这么一个旅途的过程 因此这个教授 从文字上也看得出来 基本上所设计的 无言六通有没有呢 是没有的 然后见到的智慧有没有 没有 修到的智慧有没有 那么皈依三宝 我们知道的皈依三宝 实际上这里也并没有讲 这里的三宝 二十四个功德 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遥远的 然后四地的话 虽然我们名称是听过 但是实际上里面 很多的功德和教授的意义 确实也是比较难的 这一点 知道我们的根机 还没有生者 但我们还是需要在这方面 努力和串习 这也是这样的 下面讲 如是宣说之舍义 因之刺激是教授本性 应该我们上面知道 总共有十种教授 这十种教授实际上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 能表示辩知的十种法之一 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 这种次第和它的数目 应该是固定的 那么这样的话 这里讲义当中有 教授和水教教授 也可以说是教授和水教授 有这么两个 所谓的教授 你以前根本没有得到 这样的道的开始 它对你进行教授 这个叫做教授 所谓的水教授 你获得之后 为了你的境界更加殊胜 这叫做水教授 一般讲相关传言论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的这十种法 实际上是教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以前 不管是对师弟也好 对三宝也好 对剑道 修道的所有的教言 以前是没有得到过的 今天依靠弥勒菩萨和传承上师们 给我已经讲了 讲了之后 我前所未有的一种感应 这种道 我今天已经得了 这叫做教授 我们平时也讲了 你得到教授没有 现在有些人 你见到上师没有 我看很多密法的上师 你听到窍诀没有 啊 我听到窍诀了 听到窍诀了 那么窍诀和教授 基本上是一个意思 只不过表面上看来 好像窍诀稍微深一点 但实际上教授也是这样的 那你听到窍诀没有呢 我听到教授 教授是什么呢 我以前这种方法不懂 我现在通过这个教言 已经获得了 这叫做教授 那什么叫做水教授呢 你得到之后再进行跟踪 进行开始维护它 比如说我们讲皈依三宝 时时刻刻要祈祷三宝 以前你从来没有听过 我今天告诉你 你要作为一个佛教徒 时时刻刻要皈依三宝 那么这叫做教授 我给你的教授 然后什么叫做水教授的话 那后来我再次提醒你 哎 我那天不是跟你讲了吗 你经常要祈祷三宝 你祈祷没有啊 哦 有些可能比较好一点的修行人的话 啊 祈祷了 祈祷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白天晚上都在祈祷 都在祈祷 放心好 没有问题 我还以后继续这样下去的 一直到我死临终为止 乃至我生生死死 我下一辈子作牛作马 我也要好好祈祷 那这样的话 这叫做水教授已经起作用的 如果这个修行人不是很好的 啊 你跟我说过啊 你什么时候说 让我祈祷啊 我记不得 那这样的话 你水教授没有进行实行 但是在这里面说 有一个叫做解脱部 解脱部不是我们那天说的 解脱俊尊者 另外有一个解脱俊尊者 他与此恰恰相反 先给的教言叫教授 先给的是水教授 后来都是教授 但这个好像有点解释的时候 不是很顺口 也许可能也这样可以吧 总而言之 这一个法当中 所谓的教授 从听者和传授者 两方面来可以分的 从听者的角度来讲 从小资粮道一直到 真正听教授的人 小资粮道到十地某位之间的人 所以我们这里 如果小资粮道还没有到的话 我们听授教授的资格 现在还不具足 所以我刚才不是说吗 这个主要是针对圣者的一种法 这个大家要知道 但是我们相同的 虽然还不是真正的小资粮道 但是我们走资粮道的路上 所以我们也是跟资粮道的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所以听众方面 传授者 真正的教授的人就是佛陀 佛陀通过转法轮 可以转法轮的 一般的教授 也是从资粮道开始 那这样的话 我更不用说圣者 凡夫当中也是很低劣的 所以传授教言的资格 肯定没有 我差来也没有想过 我自己举足 只不过圣者的这些教言 我们重复一下 这个完全是可以的 就像放电视一样 我开始打开这个开关 看你们看看圣者的境界 电视是多么多么的好 这样的话 我自己也是一边看 我也没有想在这里开始教授 但是真正教授的 传者也好 听者也好 这两个要求是很高的 应该大家要明白这样的 但我们相似的 或者比较相似的听众和传者 我们都可以等的 这个应该可以 我们虽然没有得资粮道 也没有得异地菩萨 更没有得异地菩萨 但是我们都是 对佛法生三宝 对般若空性法门 都有非常强烈的希求心 所以我们都比如说 我们还没有上真正的学校 但是我们在学校外面 都很愿意进来 像这么一群人 所以相传中央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不用怕 哪怕是法语 我们共同学习一刹那间的功德 也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作为学者 应该要学深一点 如果我们像相传中央论 俱舍论 或者因明这些道理 比较明白的时候 然后下来看其他的教言 看其他的这些修行法门 非常容易的 所以学的 大家一定要有一种兴趣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了兴趣的话 什么事情都是不累的 你所喜欢做的事情 你再怎么累也是不会累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件事情 那你虽然没有做什么事情 你很痛苦的 这就是世间一般心理学的 一种分析方法 因此我们现在虽然不是圣者 但是我们特别希望圣者的功德 但愿每个人都逐渐逐渐得到 就是他的部分 一些殊胜出世间的功德 所以大家也是努力地向圣者之道买进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你们有很多同学的文化 的表现 在给我们这些道理 我们应该有些维修 对我们主义 我们是欣赏观点 而我们人在这些道理 就是我们的助理 我们的基确 我们这个条例 我们在理 自己 我们的基确 我们的基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